赏飞夷表演 逛文化街区 品特色美食 国庆假期里的中山路游人如知 十分热闹 闽南文化飞夷周 市民文化节国庆系列活动 在步行街上轮番上演 丰复精彩的文旅体验活动 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感受 人气也带动了烟火气 许多商家表示 国庆期间的客流和营业额都翻了几番 人最多的时候 礼拜一 啊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忙了 忙了都不错了 这有多忙了 都带满人了 会好很多 好很多 你平常都要翻好几番 今年比往年都要多很多人 来了四天 就去那边黄错 然后有白城 然后逛一下中山路 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ork 的城市 厦门嘛 这个城市很干净 很浪漫 很热情 我很爱厦门 很想厦门 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 协程旅游相关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 厦门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一 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七 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百分之三 记者了解到 今年国庆假期 厦门园林植物园入园人数超二十三万人次 三号迎来客流峰值 单日游客接待量超五万人次 厦门原博院总接待游客量超十九万人次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三 山海健康步道云海线和临海线累计接待量超六十万人次 假期内 武士精心策划了一百五十多项 飞移经典 时尚潮玩 音乐演艺等文旅活动 共计七百多场次 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的文旅大餐 相较前两年特种宾式旅游的快冲模式 今年国庆假期 更多人青睐于不抢不赶 不计划 不扎堆的慢冲式旅游 周边游 微度假受到热捧 环东滨海旅游浪漫线 就成为不少人出游聚会的选择 假日期间 市民游客三五成群 有的在沙滩上挖沙 放风筝 有的在草地上搭起帐篷 与家人朋友露营聊天 竞享悠闲时光 附近的高星期酒店也结合滨海特色 推出草地音乐节 篝火晚会 游园会等活动 吸引了不少前来休闲度假的亲子家庭 就在酒店完了 就在门口赶海的 挺好的 我们因为是带着老人家嘛 就以老人家的这个节奏为准 就是比较慢生活的 慢时光享受 对 对 整个国庆期间的话 其实酒店的入住率的话 是相对比较可观的 那整个的入住率的话 基本是在90%以上 其中1号到3号的话是接近满繁 在酒店的话呢 它可以早上 中午 晚上 都有一系列丰富的活动 在酒店的话就可以度过一整天的时光了 非常适合休闲度假游 人流也带来了消费的客流 国庆假期 我市上兴了130多场促销活动 涵盖购物 娱乐 餐饮等方面 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据统计 国庆假期 全市19家重点监测购物中心 共迎接客流量6.04万人次 实现营业额319496万元 岛内外各主要商圈客流量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多个商场增长率超过两位数 部分客流量同比增长近40% 其中 厦门大跃城 同安爱琴海 SM旺街 三个新开购物中心 共迎来400多万人次客流量 打造节日消费新热点 推动商圈提制升级 记者方曼丁 王汉阳 这期记者 卢锦城报道